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近平見布林肯不是一對一 分裂是做微罩搶先鋪 中共一指令下 傾客間崩盤 我寧可把這些專利都廢掉 人民幣輸到脫庫 經接美元霸權真相 經濟好也沒用 我們受夠了 三影片連發俄兵抗議戰場惡劣待遇 沒指揮官 拒絕戰鬥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19號 星期一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見布林肯不是一對一 分裂是座位罩搶先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中國訪問 此行是否安排會見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美中雙方先前一直不肯鬆口 稍早美國國務院證實 布林肯下午4點半會見習近平 中共央視新聞也隨即發布影片 顯示習近平跟布林肯並非一對一會談 而是跟所有美中官員同席 布林肯是拜登總統上任以來訪問中國的最高層級美國官員 也是5年來第一位訪中的美國國務卿 此行旨在跟中國建立溝通管道 緩和美中關係 美國國務院表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定於今天下午4點30分 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外界雖預料布林肯會跟習近平會面 但美中雙方都未證實 直到會堪開始前大約一小時才對外公布 布林肯與習近平的會談 將成為布林肯此行是否成功的關鍵 若他遭習近平冷落 對於恢復和維持美中高層級溝通而言 將是一項重大挫敗 布林肯此行結束後 預料美中高官之間將進行新一輪的訪問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與商務部長雷蒙多都有可能訪問中國 習近平與拜登也有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會面 根據中共官方發布的新聞稿指稱 習近平對布林肯表示 國與國交往應相互尊重 以誠相待 希望布林肯此行能為穩定中美關係發揮積極作用 從新聞照片來看 習近平跟布林肯的座位保持相當距離 同行官員也都在場 跟平時單獨接待外賓的規格明顯不同 中共一指令下 傾客肩崩盤 我寧可把這些專利都廢掉 去年底 中國結束封控 走入經濟復蘇的通道後 民營企業的信心並沒有得到有效恢復 甚至拖累了中國經濟整體的表現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中國民營企業家胡立任說 由於專利還在他手上 離開中國以後 還有不少公司打電話邀請他去做項目 但他都拒絕了 我寧可把這些專利都廢掉 也不願意再為這個國家貢獻任何技術 胡立任說 他已經徹底醒悟了 我不要再為這樣一個黑暗的社會 黑暗的政權 黑暗的國家服務了 沒有意義了 我覺得這個國家已經完蛋了 中國企業家孟君則說 在關閉公司的決定中 大流行病的影響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與大流行病幾乎同步 中共政府從2020年開始對民營企業採取了幾次重大的管控行動 螞蟻科技集團的上市計劃被叫停 滴滴被執行網絡安全審查 從業者達幾百萬的校外培訓行業 也因為一指令下而傾刻間崩盤 這些事情漸漸都被孟君看在眼裡 他越來越深地體會到官場朋友之前給他的暗示 我覺得像他們那麼大的企業都倒了 像我這種中小企業肯定也好不了 與此同時 孟君在商場上認識多年的官員先後遭到整肅 一直在官商關係中游刃有餘的他 這次覺得真的出問題了 我就跟我太太說 這種情況 生意可能做不長久了 那時候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 好日子到頭了 孟君說 在大流行病發生後 我就開始反思 不斷地看 原來真正的問題是這個體制的問題 是這幫人邪惡 如果再幹下去 你也很可能進去 因為官員進去了 而你是行賄者嗎?你也要受牽連 所以說這個就是有命賺 沒命花啊 現在說來 孟君和狐狸任都有些慶幸他們出身及時 狐狸任是2018年9月離開中國 而孟君是2022年4月出走美國 他們不約而同地說 如果當時硬撐下去 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 狐狸任說 我離開以後 整個行業全部都空缺 沒有人做了 現在也不會有人做了 我的技術主要是針對製造型企業 現在製造業都完蛋了 人民幣輸到脫庫 經接美元霸權真相 經濟好也沒用 去美元花浪潮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但人民幣最終能否取代美元 專家們各有不同看法 摩根大通分析師最近發布的報告提到 就算大陸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美元霸權的地位還是很難被取代 且人民幣只有在中共放鬆資本管制的狀況下才有機會升值 但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 Business Insider報導 小摩分析師的看法定調為 市場可能會看到美元的主導地位開始減弱 即全球經濟部分去美元化 但這不代表美元有被人民幣或其他競爭貨幣取代的風險 就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 這種演變通常是很緩慢的 分析師表示 雖然美國在19世紀後期超越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但人們普遍認為 美元是等到二戰之後才取代英鎊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儲備貨幣 換言之 如果大陸在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但美元的主導地位似乎能保持到21世紀後期 我們受夠了 三影片連發俄軍抗議戰場惡劣待遇 沒指揮官 表明拒絕戰鬥 俄羅斯逐漸陷入烈勢 在俄烏戰爭中花費許多資源及犧牲無數人命 烏軍近期又奪回不少土地 在這樣的情景下 部分俄羅斯人漸漸感到不滿 而近期 一些俄羅斯人因待遇太過差勁 怒火徹底爆發 錄製影片控訴此事 推特帳號criso-wiki今天發文表示 來自克里米亞和布琼·諾夫斯克的動員起來的俄羅斯人抱怨說 他們被迫違背自身意願 轉移到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 簡稱LNR的民兵組織 他們沒有軍服 食物或薪水 甚至拿到損壞的設備 很可能是從死者身上取來的 到目前為止 這些不滿的俄羅斯人已製作了三部影片來記錄他們的問題 第一部影片指出 從5月開始 他們被帶到盧干斯克的一個訓練營 獲得了用過的損壞防彈衣和武器 且這些裝備很可能是從死者身上拿走的 在6月上傳的第二部影片中 他們的親屬指出 他們在沒有經過充分訓練的情況下被派往前線 這些人在被轉移到LNR民兵後 被俄羅斯軍隊開除 現在沒有薪水 這些人的調動沒有記錄 也沒有記錄在他們的軍人身份證中 結果就是他們沒有得到報酬 親屬說 如果他們不戰鬥 LNR指揮官就會威脅把他們就地處決 在最近發布的第三部影片中 25名士兵表示 他們現在拒絕戰鬥 希望被調毀俄羅斯軍隊 他們於5月底被派往巴赫穆特 側翼 一直依靠瓦格納和空降部隊提供食物和水 這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指揮官是誰 因為這被歸類為禁止信息 他們在影片中稱 他們既沒有衣服 也沒有食物 甚至沒有指揮官和他們在一起 這些人表示 他們不應該與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民兵在一起 他們歸屬於俄羅斯國防部 目前尚不清楚 這些透過錄製影片表達抗議的俄羅斯人 後續會發生什麼事情? 鏈機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